70位礼生和家长们透过荧幕完成成年礼仪式 为了避免群聚 大同区公所以线上方式举办成年礼 并且安排亲子去为默契大考验 经由按摩孝庆仪式等活动 而参加的礼生们很多都是全家总动员 还有双胞胎主及新一名家庭参加 感谢大同区公所特别在父亲节前夕 办理这次线上成年礼的活动 让我们在家防疫的女生与家人嗨玩一下午 祝过一个温馨有意义的父亲节 活动的安排实在是非常用心有趣 又有好力可以拿哦 真是一次开心的体验 祝福大家平安快乐 除了让礼生与爸妈温馨互动 去公所还准备丰富奖品以及彩蛋大奖 有现金5000元红包 还有运动手表 蓝牙耳机等 要让在家防疫的女生与家长 也能在空中嗨玩一下午 虽然采用视讯的方式 那当然我还是希望 女生们透过这个方式 能够跟自己的爸妈做一些互动 比如说经由体验活动 互相跟爸妈妈妈按摩体验 那还有一些成年龄的活动 那最主要还有各位女生最关心的彩蛋的活动 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大奖 虽然疫情区域稳定 不过还要提醒大家 我们防疫工作一定要做好 也要做落实 一年一次的成年龄 有着延续传统文化的特别意义 大同区公所不受疫情影响 以线上方式举办 不仅温馨又热闹 一位李生和家长们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我们每个赞 大同区公主 献上成年龄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